準備好了沒 準備好了 老鷹桌小機開始 OK 今天愛運動來到了 宜蘭的東鄉國小 看看這邊有名的躲避球隊 但是教練卻要我們先跟隊員們 玩老鷹桌小機 到底是為什麼呢 孫老師 是 剛剛這樣子 我跟你講 其實老鷹桌小機是一個非常好的 那個開始打躲避球 之前的一個運動耶 他有一點增加肺活量的感覺 對啊 那其實呢 有很多很多的小朋友啊 都像他們一樣 對 我們學校小朋友看得出來 他們都非常常晒太陽 所以皮膚呢 從膚色上就可以看得出來 好像有一點 那想要請問一下 在這個躲避球呢 其實已經很久很久了 剛剛有說到已經50年了嗎 對 沒錯 至少50年 因為我們是在50年代的時候 有曾經拿下全省的冠軍 三次 三次 對 那是真的滿厲害的耶 東山國小的躲避球歷史 非常悠久 他們在1961的全國躲避球錦標賽 創下了三連霸的紀錄 2019年還以九戰全勝 拿下全國躲避球錦標賽 男同組的冠軍 一年一年的耕耘下來 我們也得到了一些回場 那在108年 我們得到了全國的冠軍 以及亞洲杯的冠軍 那算是重回榮耀 我們常贏的那個訣竅就是 失誤了不會怪來怪去 也不會大聲的斥責他 就是我們的團隊默契 一般人來得好 所以比較不會死 想要就是更強 真是不簡單耶 現在就讓我們來看看 冠軍的靈敏度吧 我想要找一個小朋友 就抓那個 哪一個 就那一個 看他的表情我也知道 實在說他耶 不知道為什麼 為什麼啊 因為他的身分比較特別嗎 沒有 因為他 比較愛講話 比較愛講話 請問你叫什麼名字 張國毅 請問你是在躲避球隊 是什麼角色 隊長 是隊長喔 整個球隊有多少人 16 16個人 你是裡面排名第幾名的 厲害程度 5 5 2 8 喔 從一開始是會害怕球 因為有一些小朋友 他們雖然是有興趣 可是他們進來的時候 還是會害怕球 因為大部分 有一些會害怕球 他們會進來 主要是因為同才 因為他們想要跟同學 一起打賭壁球嘛 但是他會害怕球的部分 就是要靠不同的練習方式 去幫他慢慢克服 你們前面的 內場左右兩邊各六個 哈囉 動作要做出來 墊步啊 我們剛剛已經有觀察到很多細節跟重點了 而且好像真的滿好玩的 有點喜歡上的地球 在這當中其實有很多很多不同的技巧 像是 閃躲啊 然後還有那種 爆球啊 然後 但我發現跟我們小時候做的比較不一樣 這樣做什麼教練 可以啊 還可以 還可以的 你現在很面前 你現在看好了 就就看 就是 不要弧線 不要大力 跟 往腳踝丟 對 不丟弧線 不用大力 往腳踝丟 這三個重點 是練習短距離防守的要決 不丟弧線 是因為直線球比較難防守 不用大力 是因為短距離用力丟球容易受傷 而打腳踝的位置 則是因為蹲低接球比較難 為了不讓同學偷懶 才有這樣的設計 教練果然一鳴啊 好像還可以對不對 好 同學 請問接球的訣竅是什麼 要爆的 所以球過來的時候 你是這樣去抓它嗎 可以 這樣 然後呢 要跪下來嗎 那你可以示範一次嗎 那個球如果沒有接好的話 是會拿到臉嗎 如果你們常常看看 這樣的話 其實現在如果你們 就像我們 好像有那種 大概都算有分數 對對對 它會用比較多的防守 去替代它 去把你的防守交換 你去分教過 然後變成攻擊球 對 所以你會發現 你小時候練防守的時間 很多 但是練三國的時間 相對比較少 小時候他滿喜歡攔截 因為攔截接到時候 機會相對比較多 所以他們很喜歡去 攔截的位置 所以其實呢 躲避球最重要的就是有 丟 船 船 丟跟攻勢 船接 船接 工房 還有 還有躲 還有躲 來看看躲的部分到底是怎麼樣 有些 對方的攻擊手他真的很厲害 他會去抓 兩個人中間的地方做攻擊 那這種球 對他們來講 掌握性沒有那麼高 因為 正面的球很好接 可是側面的球 當球速快的時候 側面的球 其實你想要 想要去 迅速的掌握住它 不太容易 所以 重球我們會請他們要練習 這種閃的動作出來 其實小朋友都很喜歡那種 球速的那種快感 真的喔 你們有跟教練 互相練習過嗎 有 教練丟球很快嗎 有 還可以 我以為你們會說 教練很厲害 教練沒有很厲害 教練 頭腦很厲害 他說教練頭腦很厲害 老師靠一張嘴 隊員們 腳捷的身手 加上教練 足智多謀的訓練方法 激發了他們的最大潛能 每天不斷地反覆練習 各種傳接 攻擊 閃躲的技巧 練就了一身靈活的戰術 再加上絕佳的團隊默契 讓他們每一次上戰場比賽 都能拿下驕傲的成績 躲避球的運動 即使是一個團隊攻擊防守的一個訓練 那團隊意志的執行是非常重要的 我們也是希望小朋友在訓練的過程當中 贏是他的一個目標 但是呢 他能夠享受這個過程 東山 跳 東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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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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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了 跳 跳到了 在練習的組裝 應該都有受過草吧 哪樣的動力 這樣呢 想要繼續堅持起來 即使受了傷 還是繼續想要打躲避球 為什麼 因為 因為不想讀書 因為 一個說不想讀書 一個說大概就是很無聊 還有什麼 躲避球是我的興趣 再來 你剛剛說什麼 可以出來動一動 他們在這裡找到自信跟成就 所以我們會覺得 就是成績絕對不是唯一 所以我們在小朋友練習的時候 我們都有跟他們要求就是 成績不是第一 品性 我們最要求的就是他們的品性 那希望他們在這裡面就是 跟人家練習互動 然後再來就是找到成就舞台 那誰可以告訴我們 就是剛剛有說到受傷啊 最常受傷的地方是哪裡 受傷 因為會吃蘿蔔對不對 自乎這些受傷不會影響到他們的熱情 是有一種好像蠻感動的感覺 我真的覺得 東山國小的躲避球 對他們每一個人都好有活力 好熱情 我覺得那就是因為他們在 好山好水的地方長大 然後又接觸 這麼多就是很會打獨避球 因為他們說他們的學長啊 都會平常會陪他們 然後可能有國中的 也有高中的 甚至可能還有更大的 那些學長們是不是很厲害 對 很厲害對不對 所以有了一個很憧憬的目標 他們就會持續的讓自己變得更強 喜歡躲避球嗎 喜歡 東山國小 稱霸全國